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体发展是好的 中间当然也有波折 但总体是好的 经贸关系非常好 中韩贸易是对韩国来讲特别重要 排第一 双方在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方面一直在合作 另外中韩之间总体来讲文化交流是非常好的 相互影响很大 韩剧前几年影响特别大 韩国明星在中国很受欢迎 当然近年来热度下去一点 但还是有一定影响 中国文化对韩国也是有影响的 我记得十年前 韩国有一个电视台叫KBS 它实际上是韩国很有影响的电视台 他们拍了一个片子叫Super China 八集 我也参与了 我在第三集 最近网上挺火的 美国那个芝加哥大学那个米尔斯海默 就是静观音限制主义 我们等于是想对谈 他先讲我后讲 而且这个八集片子有一个观点 我真没想到过的 这是韩国人提的 我觉得中国人看自己可以学一下 他说 一个国家的地理丰富性一定带来生活方式的丰富性 从而带来文化的多样性 而文化的多样性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优势 然后下面一个简单 中国的地理是全世界大国里面最复杂的 俄罗斯大部分都是极寒之地 印度热得像个鬼似的 美国都是大平原 只有中国特别复杂 沙漠、高山、海洋、平原都有 大河、大江 所以中国这个地理极其复杂 所以酝酿着文化多样性 音量着整体文化的那种弹性 是一种力量 这是Super China 超级中国这个片子的第一集讲的 很有价值 总之这是个基本情况 中韩建交以来 总体这个关系是好的 这是主流 但这个中间确实也是有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可能要着重讲一下 就是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干扰的因素 就是网上双方分歧很大 近些年来由于这个新媒体出现吧 网络出现吧 所以网上的舆论就出来了 没有新媒体没有网络 哪有什么网上舆论呢 都是传统舆论 抢中国的文化遗产 比较多的这几年谈的就是说抢中国的端午节 它有一个江陵端午记 有这么一个节 就是抢我们的端午节 弄到中国网民气势了 一分填膺的 另外就是说韩国抢我们的那个活字印刷书 因为它确实有一本佛经 这是用活字印刷的 时间很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认定 这是用活字印刷生产出来的一本书 所以就有人说 他抢我们的活字印刷发明权等等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 其实没有依据的 完全是网民编上说 韩国人说 曹操是韩国的 孔子是韩国的 西施是韩国的 中医是韩国人的 汉字是韩国人造的 有很多谣言 这些谣言后来不是都辟谣的吗 都不对的 就是网民编造的 知道吧 有些是韩国别有用心的网民编造的 有些是咱们 中国这边的 当然也有第三方 台湾特务 这个日本人 在里面死坏 两边挑事 也有这个 就是大部分 这个网上的争吵 其实依据的这个东西不是事实 是编的谣言 那么在文化上呢 总体是这样的 在历史上韩国应该是受中国影响的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很长时间吧 就是韩语出现以前 就李朝这个这个 创造这个今天的那个朝鲜语之前呢 他们文献记载都是汉语嘛 那我记得1996年我去日本的那个立命馆大学 就京都的立命馆 参加什么呢 参加日本美国学的年会 那一年呢 这个他开这个日本美国学年会就请了这个韩国和中国的这个美国学这个协会的人去啊 那么我就跟着我们当时的领导就去了 然后里面就有个很有趣的情节 就是我们开完会嘛 晚上啊 就到那个京都的赤板小道去了 去喝个小酒子了吧 然后呢那个中日韩三方嘛 然后哎 有个韩国学者就提议 说那个我们都是用英文交流 因为都研究美国英文都不错嘛 英文交流啊 但是哎呀我们是不是喝的酒了嘛 我们放松了嘛 我们试试用那个汉语的繁体字 是吧 来交流 结果大家都会 因为古代那个在我们亚洲这一块 那个汉语就是通用的那个语言系统 就跟今天英语的地位是一样的 在日本韩国你要做教授是吧 做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你那个读汉语 尤其是血那个繁体字 那是基本功嘛 所以双方交流还 三方好像还挺顺畅的 说明就是历史上呢 韩国是说中国影响挺大的 一生呢都会经历 述时经济的增长啊 衰退啊 停滞啊 和危机啊 对于未来生活的看法 总是从乐观的高峰 跌落悲观的深渊 又在某种奇迹下 重燃希望 如此循环往复的经济波动 就是经济周期 对于经济周期 我们又该怎么认识和把握呢 为了解开经济周期的奥秘 逃不掉的经济周期 这一本书啊 带我们翻开经济周期的历史 从苏格兰赌徒 兼金融天才约翰劳 所生活的时代开始 一直到今天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按照我们的历史记载呢 韩国这个地方啊 成立国家 应该还是跟中国有关 一般我们传统历史书认为 就是第一个朝鲜国家 叫姬子朝鲜 商王朝的贵族啊 姬子啊 他创立的 因为那个周王伐咒嘛 伐咒赢了嘛 商朝是像是很强大的一个部族啊 一部分商朝部族的族人被杀了 一部分投降了 一部分就跑了 知道吧 其中有一支就跑到了朝鲜 那么他领袖叫姬子 然后 因为朝鲜当地那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很落后的 这些部落啊 没有国家 所以他第一个国家形态 应该是姬子朝鲜 那么后来第二个 比较成型的应该就是咱们英国人 就北京这一代的 英国人未满未满朝鲜 就从历史上讲呢 这个跟中国关联还挺密切的 原来这里就有人 但是总体很落后的 就是部落社会 成为国家形态 应该是受中国影响 那么后来大家知道在这个 这个这个汉 汉朝吧 这个朝鲜的北部嘛 这个还成了这个汉朝四郡嘛 勒浪啊什么的 这个南部是三韩 北部是勒浪四郡 这个 当然后来他渐渐就是形成了 就是本民族自己的国家形态 什么新罗啊 百计啊 那么近年来呢 在文化上比较正式的官方的分析是那个 什么看那个高沟栗 因为高沟栗是出现在咱们东北的一个王朝 而且一度非常非常强大 整个朝鲜的北部啊 还有东北大部分都属于他 然后对中原王朝形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后来随唐都是出兵这个去征服他嘛 最后是在那个唐高中的时候就彻底就征服了 在中国历史记载里面 他就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地方政权 嗯 但是呢 韩国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那就是他们家的 那就是他们家的啊 那个 这个呢 现在是有分歧的 嗯 但是现在中方的立场这样 就是学术界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就完了 那不要影响两国关系啊 所以要说官方分析呢 主要就是对高沟栗 它的历史定位啊 现在是有分歧的 哎 那么其他的呢 像那个网上编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 哎 就确实韩国啊 现在那个有一帮那个 叫历史爱好者出来了 这是个事实啊 就韩国 我算也认识一些朋友 就严肃的韩国学世界啊 都没有那个 这个乱说的 都还是比较 比较尊重历史的 哎 现在在网上瞎说的 都是那帮那个 那个民科 知道吧 就是历史爱好者 哎 就是有新媒体了 然后这帮历史爱好者 都有点文化啊 往往这些人呢 都是 哎 社会地位还不错 什么律师啊 医生啊 工程师啊 企业主啊 哎 有教育水平 然后生活也也比较安定 然后显示存在感 然后就就参与了历史发明 哎 然后他们大致的依据是这样的啊 就是什么呢 东夷是 就是东亚这块 极其强大一个民族啊 他的最有名领袖就是赤幽嘛 秦朝时候是把他当战神的啊 韩国人呢 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东夷族的一支 而且人工善战 那个秦不就是一个人拿了个箭嘛 东夷 秦就是一个人拿了箭啊 所以东夷族是极其强大一个古老民族 那个 然后韩国人认为 就是他们是一支啊 当然在中原 这个竞争当中呢 是炎黄这一支营了 所以中国人都叫自己炎黄子孙了 那个 但是东夷这个民族还是存在的 然后韩国就认为他是东夷族 也是很古老一个民族 然后因为那个东夷族是在中国大陆也是 这个分布非常广嘛 所以这就给一部分那个韩国的民科啊 产生想象 是吧 因为孔子就是东夷人啊 知道吧 这个商朝一般认为也是属于东夷族 所以呢 这个韩国人就觉得啊 我跟你历史就是有关联 我们都是东夷古老民族啊 所以就是那些就是讲话没边儿 说什么西施他们家 孔子他们家都是从这里推理来的 他们都是东夷族 东夷族是中国极其古老 极其伟大的一个民族 对吧 我们就其中一支 当然我可以分享里面的历史荣耀啊 那个 但是我还是反复强调就是网上传的一些东西啊 第一在韩国是人很少的 第二他们就属于民科 就不是主流学的 主流学的都是很严肃的 不承认这些东西的 那么现在被闹得这么大 就是别有用心的 有一部分是韩国那个别有用心的网民造谣 一部分是咱们这边 一部分坏人造谣 还有一部分就是台湾特务 还有日本特务干的事 知道吧 那个 像那个江林端午记跟中国端午节就是两码事 那个 还有这个 这个 他的那个那本古老福金的活字印刷 是为 就是 UNESCO就是认定的这个书 是 是活字印刷 并没有否定这个活字印刷说来源于中国 两码事 是吧 实际上 网上传的大部分东西就是不应该出现了 但是他确实是出现了啊 他就跟那个互联网 他的那个 求热量啊 不求真实 他的那个本性是有关系的 这只是韩国啊 这个历史爱好者的一个说法 真不是代表官方立场 不代表正宗学术界立场啊 所以对那些东西呢 我们听听而已 就不要太在意啊 相反我是认为呢 这个我们 有些东西 要摆正太多 一个呢 就是我们得承认呢 韩国啊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 是有一套的 韩国经济繁荣以后啊 就很重视这个文化产业啊 最后是非常成功 应该讲在东亚 三大经济强国啊 中国韩国和那个日本当中 韩国的文化输出 在西方的文化输出 比这个 比我们两家干的好 日本当然也不错 日本的动漫啊 那个Picaccio啊 在西方也挺受欢迎 但是相比较 韩国要更成功一点 这一块我们还是比较多的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 韩国人极其重视 这个文化的构建和那个 输出很成功啊 还有一个呢 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 他比我们认真 对这个 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 比我们认真多了啊 咱们国家是近年来 也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总体来讲啊 不如他 不如别人 知道吧 这个所以我们很多非遗啊 都都都都被破坏了啊 比如说那个武当山 那是很早就被世界工人为世界文化遗产 就双遗产啊 地理和文化 那我商业化呗 他那个最大的一个 那个很好的那个 这个一个一个副官堂 现在成了三星级旅馆了啊 就太子养生堂 那不召见召见那个这个文化吧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问题 好多地方把成了那个 哎呀 就是UNESCO就是世界文教组织 那个认定了啊 世界遗产以后 他就开始乱开发 过度商业化 以至于像张嘉烈这样就被这个这个 UNESCO被被被教科人还警告过来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 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展的太开 我们下大致的一个结论 就中央关系自建交以来 总体很好 但是有一些问题啊 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互联网上啊 这种裂痕 这个大量的虚假信息 就夸大了 我不是说韩国没有这种 韩国在这个经济恢复以后 确实有一帮人有一点膨胀啊 那个出现了一批历史爱好者 历史发明家啊 也也说过一些很荒唐的话 但是 这个韩国政府 还有韩国严肃 严肃学术界 他还是很严肃的 对历史很严肃的 正儿八经的文化争论 就是怎么看待那个高国立 一个极其伟大的东北帝国 怎么看待他 这是有分歧的 其他呢 网上的一些东西啊 坦率讲都是传言 大家不要那个人云亦云 不要被他蒙蔽了 因为那个 让那个中韩啊 这个民众 尤其是青年人 尤其是网民相互对立啊 不符合我们两国立 对吧 符合很多第三方立 我们要保持警惕 最后还是落到这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一个是对那些谣言 要有辨别能力啊 不能傻乎乎的 那个人家一忽悠你就跟进 那太傻了 还有一个确实要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一个呢 要重视文化的传承 要重视文化的传播 这一块我们肯定啊 跟韩国比跟日本比有差距 是吧 第二个就是这个 我们对自己的祖先留下来的宝贝 真得好好的珍惜 这个过度商业化开发肯定是错误的 对吧 这个我们 我们那么多宝贝 你自己不珍惜 是吧 那最后被人家抢去 你怪得了谁啊 还不得怪自己嘛 对不对 好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